香港去年爆發反送中運動 港警8月31號無差別的攻擊民眾的 太子站襲擊事件 如今踏入半週年 香港再度爆發警民衝突 有警察一度在現場因害怕而拔槍 警方抓捕115人的行動 則被批濫捕 去年8月31號晚 港警在位於望角的港鐵太子站內 無差別襲擊市民 多人頭破血流 坊間船門有人被打死 港警否認 自此 每個月的最後一天 都有市民聚集在太子站外紀念 事件也導致港人對警方的不信任 2月29號下午 港民陸續到太子站獻花悼念 幫報警多次出動 撕掉信義卡及清走鮮花 傍晚7點 港警的做法引發現場過百抗議者的不滿 8點左右 警方舉起黑旗 發射催淚氣體驅散群眾 有示威者在馬路舉起傘陣 接近9點 港鐵望角站關閉 後來形勢不斷升級 有示威者放火燒路障 黃報警則發射多枚催淚彈 據推特網友上傳的現場照片 一位老阿姨被多名警察圍噴胡椒噴霧 痛苦倒地 另一位黑衣青年被警察強行武力制服 痛苦慘叫 警察舉槍的鏡頭當晚也再度被拍下 香港市民妮可表示 當晚有大批市民抗爭 其中很多年輕人 妮可和另一位女市民也一度被警察用槍指著 司機給我們那邊有幾百個 我在的現場有兩單警察樂單 所以那晚上非常激烈 有警察被拍到在西洋菜街老單被包圍 拔出配槍 眼神驚恐 並沿迷噸道逃走 期間她的配槍不斷瞄準跟隨的記者 看到她好恐慌的拿那個槍 一面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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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了三槍 我聽到那個聲音 就是從西洋菜那邊轉過來開的 那記者太厲害了 一群的記者追過來 一百多人都有 這是一個樹榮 香港《眾志》發布視頻 有記者被警方胡椒球槍擊中 暈倒在地 並據交大編委報導 有警察出拳擊打男子面部 整晚有多人受傷 你可聽說 有民眾被打到失去知覺 警方公布說 共逮捕115人 年齡從15到54歲 其中包括一名23歲男府警 以及當晚在旺角購買辦公物品的魁青區議員 郭子健和兩名助理 魁青傳承臉書對警方繼續爛報爛捕 表示天理循環 報應不爽 立法會議員尹兆堅向媒體直言 目睹警方繼續爛捕的行為感到討厭 前線警員違規執法 抓人只為宣洩 尼可表示 示威者站出來 維護香港的民主、自由、維護基本法 維護一國兩制50年不變 但警察過度使用暴力 香港社民聯主席梁國雄表示 香港正在變成警察社會 去年反送中運動以來 中共就明確表示 要支持林鄭月娥所謂的依法施政 面對港警暴行 網友制圖 永不遺忘 永不原諒 尼可也表示 絕不放棄抗爭 梁國雄則認為 長遠來看 武力抗爭無法奏效 因為市民不是軍隊 應該從選舉、大規模罷工 或公民不服從運動等方面 來宣誓民意 都算下輪ами 純 嗯 洋 日 針 海